哈喽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兔子形状的冰皮月饼 首先我们来炒一些手粉 当你闻到了淡淡的香味 看米粉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一边冷却备用 好,现在我们来准备饼皮的部分 饼皮的部分有牛奶、糯米粉、粘米粉、灯粉、糖和椰子油 重量请看屏幕 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在一起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量杯里头操作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过筛 滤出一些大的颗粒 然后放锅上蒸 这里的量比较少 所以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你量比较大的话 就要增加长时间 增加长时间 可以沾沸 然后把它倒入锅 蒸好之后我们把它拿出锅 给它翻拌一下 让它加速的冷却 冷却的时候我们也盖上盖子 防止它水分蒸发的太多 等到自然冷却不烫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给它充分的揉匀 因为里面放了油 所以应该是不会粘手的 但是如果有点粘手的话 你可以抹一点手油 就像这样 表面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给它一分为二 白色的我们放边上 用保鲜膜包好 另一半 我们放一点甜菜根的粉 然后给它揉均匀 让它变成粉红色 好我们表面均匀 搓均匀 颜色均匀就可以了 这里是榴莲400克 绿豆150克 这是去了皮的绿豆 这个模子是在阿茉种上面是有卖的 但是它可能是从中国寄出来的 所以时间会比较久 现在我们把这个绿豆像煮米饭一样 放到电饭包里把它煮熟就可以了 煮熟之后 我们趁它热的时候 就用饭勺把它压碎 这是很容易给它压成这种糊状的 这是去了纸的榴莲 我只是用汤匙给它压碎 因为我不想用搅拌机 给它打成像糊糊一样的 就是吃到嘴里好像没有什么质感 但榴莲呢因为太稀了 所以我们要加一些绿豆 让它增加一些硬度 如果你加了绿豆之后 还觉得不够硬的情况下 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加炒熟的干粉 还有一种就是放微波炉里头去 盯个两三分钟 当然你也可以放锅里炒 但是我怕放锅里炒了之后 抽风机抽出去的气味 导致邻居来敲我的门 所以我不敢炒 就加炒熟的粉 让它再硬一点 因为这个是冰皮月饼 不像烤的月饼那样 外面是很坚硬的 它的皮和馅都是软的 如果你太稀的话 就会导致它整个垮掉 所以皮和馅要稍微偏硬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来把白色的和红色的饼皮 给它搓成条 每一种颜色分成六等份 我之前切下来的一小块 是做那个兔子的耳朵用的 切好之后 我们都要用保鲜膜给它盖住 防止它干燥脱水 这个也一样 我们头上切一小块 待会做那个兔子耳朵的用 这个剂子的大小 应该根据你的膜子来决定 因为今天我做的这个兔子的膜子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总共我这个成分可以做12个 那我最好有个方法是 找一个平底的玻璃缸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多大多小 通常它的直径是 你的馅的两倍大 这样子就会皮包在外面比较均匀 从四周围把它挤住 然后上面封口搓远就可以了 用这个玻璃缸压饼皮 我是经常用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非常的快速 你可以先在缸底先磨点油 这样取皮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 其他像做烤的月饼 那个月饼皮 还有做榴莲 还有做榴莲 还有凤梨酥的那些皮 都可以用这个玻璃饭盒的那个底呀 又快又好 好 这样一个漂亮的兔子的冰品月饼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再做一个白色的 同样抹点油 然后压下去 你可以看到多大多小 就可以掌控 然后用刮板 很轻松的就取下来了 所以这个冰皮月饼的难度 是比烤的月饼的难度 我个人觉得是要小很多 只要把饼皮蒸熟了 然后揉顺滑揉好了 主要是在于掌握它的软硬度 太软的话 线也软 皮也软 你就会垮下来 搓圆之后滚上这个炒熟的手粉 然后往模子里头压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模子的不是规则型的 所以放进去的时候 两边稍微注意的往里头压一下 不要把表皮给戳破了 这个兔子的造型非常的可爱 特别适合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制作 好 等我们都做完了之后 把表面的干粉稍微刷干净 然后切一点白色的 像这样长条形的 做成兔子的耳朵 你可以把白色的贴在粉色的上面 把粉色的贴在白色的上面 就这样 然后眼睛里头放一粒或者两粒芝麻 就可以了 好 又好吃又好看又有趣的冰皮月饼 我们就做好啦 你喜欢吗 谢谢您的观看 别忘了点赞哦 我们下次见